由于儿子身患于灵病 很多的父亲觉得儿子太丑 于是一把抓住儿子的头 狠狠地撞在墙上 没多久儿子便倒地不起 事后他将儿子拖走 用铁桥将其埋在了后山之中 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 儿子死后怨念难消 竟然化身成了一只人面于怪物 附身在了女人体内 他发誓一定要涂光所有讨厌鱼的人 得知了士气真相的驱魔师阿伟 为了阻止了魔再次作恶 于是他赶忙带领一行人 来到了后山之中 他默念法舟 想要请求虎爷上身帮忙 可搞了半天也没有动静 然而他的这番操作 成功地激怒了人面于 他吐出浓雾笼罩整个山林 刹那间 阿伟的徒弟接连被人面于附身 接着丧失理智的一行人 开始攻击阿伟 一时间阿伟也无法招架 无奈之下 阿伟只能先行撤离 去磨不成的阿伟回到家 失魂落魄地跪在虎爷的神看前 再次祈求虎爷的帮助 这时父亲走了过来 他告诉阿伟 神灵有时候也并不是万能的 原来就在十年前 阿伟即将临盘的妻子 居然查出了癌症 看着妻子每天被病痛折磨 走投无路的阿伟 每天都对着虎爷神像座翼祭拜 希望虎爷能够大发慈悲帮帮他 但是虎爷并没有显灵 妻子最终还是离开了他 这件事让阿伟对虎爷心声怨念 于是他一气之下 破坏了自己身上的纹身 从这以后 他再也无法让神灵附体 此时的阿伟终于想通了 使自己对妻子的死之谜不悟 于是他不断地向着虎爷磕头道歉 虽然现如今他已失去了 召唤神灵的能力 但为了不再让无辜的村民被害 阿伟还是依然决然地再次前往了后山 可阿伟并不是人面于怪物的对手 只见怪物轻轻一挥手 便用数只刺穿了阿伟的身体 阿伟敏留至极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妻子 一时间过往的画面涌上心头 他拼紧最后力气 摆断穿透身体的木头 他拼紧最后力气 他拼紧最后力气 虎爷复生 人面于终究被消灭 但驱魔师阿伟却久久地倒在了树林之中 他拼紧最后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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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拼紧最后力气